2个虾全部去壳 一个虾留一个小尾巴在 这是一份 这是一个 把虾背抛开 变成这样的虾片 虾线全部弄干净 你看虾线在这边 抛开放在旁边 看一下虾线在 虾线用刀尖压住 转虾仁 虾线就下来了 开背开好的虾 我们要把它 抛成这样的虾片 虾片以后呢 用刀来轻轻的划几刀 划好 划好以后 抛开敲一下 这样的虾片了对吧 好继续啊 所有的虾都弄完了以后呢 我们找一个干净的盘 把这个虾旁放进去 放进去以后呢 我们要放一点点的葱姜料酒 去捏一下啊 腌制一下 不要放粉啊 千万不要放 好 两个鸡蛋 我们把鸡蛋打碎 老餐猪死啊 我们呢 不要浪费 先把面包的皮切下来 把这个面包来 先压平 两面包先压平 把这个虾放进去 放一层姬事 要油炸的吐司必须是咸的啊 不能把甜吐司放进去炸的 记住了吧 甜吐司放进去炸 东西还没熟 东西已经烂了啊 看到吗 把它包在里边包好 包成这样的卷啊 看到吗 包成这样的卷 裹上面粉 面包炕拿过来了 对吧 来我们裹上面粉的这个下来 裹上鸡蛋液 把面包糠放进去 轻轻的这样压 看到吗 让它全部沾满 面包糠 好了 然后呢 我们来炸一下啊 油温烧到160下去 因为里面的是虾 所以它特别容易成熟 那么我们来一个一个放 好吧 我们炸到表面脆就可以了 里面知识受热 就会化啊 我找一个油脂垫着啊 你看啊 炸到金黄色 表面发脆就可以了 这是一道非常好吃的 虾多士 炸好了啊 然后我们拿出来放在外面 然后呢 来我们把这个呢 已经弄好了以后 我放这边啊 把这个虾多士 我们放上去 哇塞 好漂亮 一个一个的 很漂亮的吧 对吧 脆脆的啊 放上去 然后呢 一个很关键的点来了 然后呢 我们要把蛋黄酱 挤上去 搞定 这道菜呢 我们就做完了 第一个小时 我们来吧 好